另外呢 率谈来台湾访问的中国文化部长蔡武 今天下午到了台北故宫进行文化跟人才专业的会谈 他建议说在签署ECFA之后 两岸也可以考虑签署文化协议 做进一步的文化教育交流 来到台北故宫 中国文化部长蔡武不只参观文物 更与故宫院长周公新进行一个小时会谈 双方从文保研究人才专业 传到中国收藏原代画家黄公旺的前半段富山春居图 将在明年六月来台展览的事宜 但对于故宫历史文物出界到中国的可能性 还是没讨论 在文化工作上希望就是从十字面去做 这个关于签署到法令等以后 两岸是有了具体的这个作为的时候 我们再做考虑 不过蔡武表示在两岸签署ECFA之后 应该都增加文化教育层面的交流 甚至未来也能够朝向签订文化协议的方向努力 假如有可能的话 我们也能够像这个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一样 签署一个什么样的文件 我们大家来共同中手来推进交流 但是这些都还是在讨论过程之中 由于中国目前没有司法免扣押的相关法律 台湾故宫文物要到中国展出 还是不太可能 不过未来双方还是会持续举办核展 说明年的富春山居图展 今年十月份故宫与浙江福建 以及辽宁等省份的博物馆 也将共同举办南宋文化特展 记者蔡卫林陈博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